PewPew 大家好 这个影片将会教大家如何使用Powpoint 来做时钟转动的效果 那么第一个步骤当然是去Google 找时钟的照片 那么这个时钟的照片呢 是不可以有长短枕在里面的 就像这个这样是最好啦 接下来就是要画长短枕 那么你们可以去shape 然后呢 你们就拉出那个箭头的形状 我们将会先做好长针 过后才做短针 因为短针只是需要复制长针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Animation 然后找一个叫Spin的Animation 那么这个Spin你按了过后呢 你会发觉到你的箭头 不是像正常的时钟那样在转 SpinAnimation是由一个形状的中心定位 来做旋转的 这一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变动的 但是凭着这一个SpinAnimation的操作方式 我们是可以做一点点的改变 我们可以把这个箭头的尾端 放在另外一个形状的中心点 那样做的话 箭头的中心点会间接的移向尾端 OK 画好了箭头过后呢 接下来的就是你要画一个 跟时钟大小一模一样的四方形 我现在把这个四方形移到这个图片的后面去 证明给你们看是要一模一样大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钟的图片移开 让箭头和四方形重叠在一起 接下来你就要去到Format 把那个四方形的颜色还有框变透明 按着键盘上面的Shift滑鼠按箭头 还有已经透明的四方形 去到右上角 按Group 你就会把那两个形状合在一起 现在我把这个形状搬回来前面 因为刚才我把它搬去后面 不然等一下就会变这样子 OK 现在就可以把那个时钟的图片摆回来中间 然后再按多一次那个箭头 去到Animation 选Spin 你就会看到那个时针 像真正的时钟那样转一圈 做短针就简单了 你只是需要复制那个时针 然后再按Shift 拉小它 摆回到时钟的中间 你的短针就出来啦 如果你懒得用滑鼠按想要自动化的话 就去到右上角onClick 换成With previous 那么你一开始slide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转 可是这样子转就一点都不像中 所以你就要去短针的效果设定那边 右按选Effect Option 那里你可以把短针转一圈的速度放慢 Effect Option也可以让你调角度 这样你可以调长针跟短针指着你想要的时间 比如说如果我要长针指2 我就把角度设定到55度 然后呢 短针我就设定到180度指着6点 当你开始slide show的时候呢 它就会指向6点10分 好啦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多多按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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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